话说在明朝年间 开封府有一位姓郑的老妇人 老妇人没了老伴 儿子给镇上的大户人家做工 隔三差五也会回家探望他 这郑氏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 日常吃喝倒也够用 有一日临近午时 郑氏在房中缝补衣物 忽然晴朗的天空传来阵阵的打雷声 老妇人放下手中的针线活 走到门口向着天空观看 却见北面飘过来几片黑云 这大晴天的咋会打雷呢 老天爷真是会开玩笑啊 郑氏自言自语的说道 随后他转身就要回屋里继续缝补衣物 忽然他听见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跑步声 那声音越来越近 郑氏盯着院门口看着 一位姑娘慌慌张张的就跑了进来 到了郑氏面前 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地上 随后急切的说道 老人家那片黑云是冲着我来的 您发发慈悲 救救我 日后我定会报答恩人 这郑氏年岁大了 懂得的事情多 他一听心里就明白了 这肯定是老辈人所说的某种动物在肚结 救他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见他黑云已经快速的飘了过来 郑氏也不敢耽搁 赶忙将那姑娘就扶了起来 孩子快进屋来 郑氏拉着那位姑娘就进了屋 他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藏身地点 看见屋里角落里那口米缸后 他赶忙对那姑娘说道 孩子你快躲到那米缸里去 姑娘闻眼以后挣扎着跑到米缸旁边 因为各自矮 先前又遭遇了肚结 显然他受了伤了 雷声越来越响 闪电从天而降 郑氏健壮大声喊道 孩子快躲起来 不然就来不及了 那小姑娘浑身颤抖 就是爬不上去 郑氏也不管那么多了 抄起姑娘的腿 就将他塞进了米缸里 随后用大木板子盖上了 片刻后 雷声隆隆作响 闪电朝着郑氏家的园子就劈了下来 郑氏活到这么大岁数 头一次听到如此大的雷声 也是头一次看见如此厉害的闪电 那闪电就劈在郑氏屋子周围 郑氏捂着耳朵 紧紧的闭着眼睛 姑娘躲在米缸里 也在不停的哭泣 郑氏知道姑娘正在经历度节 这是被吓哭了 郑氏偷瞄了一眼木板 只见木板慢慢往下滑 他见状一屁股就窜到木板上 盘腿坐下 将木板压得死死的 那雷声震得正是胸口隐隐发痛 耳朵嗡嗡坐响 但是他就是压着木板不肯下来 紫色蓝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将院子里的蔬菜都打得稀巴烂 过了好一会儿 雷声消了 闪电也渐渐消失 黑压压的天开始放行 正式睁开眼睛 从米缸上下来 他走到门口望了望天空 随后转身来到米缸旁边 对着里面的姑娘说道 孩子一切都过去了 你还好吗 那木板就冬了几下 随后那姑娘慢慢的站了起来 正式抱着他从米缸里爬了出来 只见姑娘面容清秀 脸颊红润了举多 姑娘赶忙跪地磕头 随后说道 老婆婆 我本是一只狐仙 今日是我杜劫之日 可我哪里知道杜劫会如此难熬 多亏了老婆婆的舍命相救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您说您想要啥 哎哟 孩子 你快起来 地上粮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啥回报啊 我就盼望着我儿子 能够平安健康 我不图他将来能大富大贵 他能娶到贤惠媳妇 我就心满意足了 恩人放心 我一定会轻力满足你 姑娘回答道 不久后 姑娘辞别正式 朝着院子外走去 过了没几天 正式的儿子 欢欢喜喜跑回了家 刚进门 他兴奋地对娘说道 娘 今日回家路上 一位漂亮姑娘 给了孩儿五百两白银 他说是欠您的钱 让我烧给您呢 姑娘 正式一头雾水 他思索好半天才想起来 能够给他银子的 应该就是前两天 自己所救的那个姑娘 他心里默默感谢着那个姑娘 随后也将自己帮助姑娘 杜劫的事告诉了儿子 儿子文言只感到后怕 盯住娘亲 以后千万别做那样危险的事情 正式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几天之后正式拿给媒婆一些银子 要给儿子找个好媳妇 媒婆四处打听千挑万选 将镇子上一位姓李的姑娘 介绍给了他 李姑娘家境一般 心地善良 又懂得孝顺 正式的儿子很是满意 两个月以后 二人成了亲 正式拿出钱来给儿子 儿媳在镇上买了一处房子 后来夫妻两个又在镇子上 开了一家杂货铺 生意很是红火 李氏生下一子一女 长大以后都考中了状元 正式的儿子一辈子平平安安 在他危难之时 总能遇到贵人而逢凶化吉 这应该就是那位姑娘 一直在后面保护着他吧 正式好心帮助的那位陌生姑娘杜劫 他的善心得到了回报 将福报留给了自己的儿子 那位姑娘信守诺言 帮助正式的儿子娶到贤妻 又保护着他们平平安安 这便是对正式善心的回报 人都应该有一颗善心 在别人危难之时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这将会为自己和后人积累福责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